中国央视连续三天播出台谍报道 那么在昨天晚间又公布了两个人名单 其中有一人是学者蔡金树 另外一名则是师大退休教授施正平 央视说他们都以两岸学术交流作为名义 搜集大陆内部资料 而且面对镜头 两个人还纷纷自白认得错 对此陆委会再度发声明谴责 中共编造了子虚乌有的剧情 警告对岸要立刻停止这样的恶意政治炒作 并且更是罕见的以官方身份提醒国人 参与两岸交流活动可能会出现潜在的风险 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 但是却被军情局利用 作为围押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我始料未及 也是我很后悔的地方 2018年前往中国大陆福建后 宣告失联的学者蔡金树 13号晚间突然现身央视节目 自白成为台谍 他就会打电话问我 这个会议有碰到哪些人 或者是有哪些讯息 大陆有什么政策 杨氏指控蔡金树成立英传媒后 受学妹所托向大陆学者记者约稿 借此搜集情报 并且承报给台湾的军情局 遭判四年有期徒刑 而相同情况的还有他 你有没有领收台湾国安局之内间谍的任务 有 有没有接收台湾国安局发放的间谍经费 有 报道中透露前世大教授 施正平曾经任职于台北处美国文化代表处 2005年在老师的推荐下担任台湾国安局掩护机构 欧亚基金会两岸农业政策研究小组组长 并且跟国安局内部间谍建立联系 我就问他说欧亚基金他们背后背景是什么 老师说他们是属于过去这个总统的这个幕僚单位 真正的背景就是台湾的国安局 是我做错的 台湾目前可能还在处罚的这些人士作为一个警惕 央视批评两人打着两岸学术交流旗号 却借此搜集中国大陆情资 不过中共接连三天猛打台谍案 再公布两人名单 但报道内容是否又在大内宣 真实性令人存疑 结果综合报道